來今天又是素顏登場 因為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近期愛用的彩妝品 然後有一些呢是新出的產品 那剛好也可以跟你們分享我的體驗感受 好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第一個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RMK新推出的完美無瑕粉底液 它主打的呢就是可以讓 肚子呢看起來非常的無瑕 然後又有立體感 那它擦起來的感覺呢 其實就跟一般的粉底液差不多 它沒有特別的高 也沒有特別的稀 然後它上妝的手法呢也非常的簡單 因為它並不需要任何的技巧 然後也可以像這樣子直接大面積上妝 它並不是那種會沉膜的粉底 所以我就直接這樣子 可以很快速的用拍的 然後我就上妝 那我個人是覺得它的遮瑕度呢是屬於中度 因為你看它可以讓臉呢呈現一個完全細緻 色素瑕疵確實是有被遮起來 可是呢如果你是說比較誇張的瑕疵 而泛紅 鼻翼泛紅 還是說黑眼圈 這些呢它就是只能遮到差不多六成啦 六成左右 它本身可以讓這個肌膚啊看起來非常像原生的皮膚 原生肌膚本來就是這麼的漂亮 然後也不會有任何的粉感 然後會有那種透肌的感覺 就是很像剛保養完然後皮膚很透亮的感受 還是看得到一點的立體度 可是它是會讓皮膚很像帶有自然的光澤 所以這款粉底我個人非常非常的喜歡 因為就是比較喜歡薄透妝效 或是需要薄透妝效的時候 就是直接這樣畫上然後拍開就好 但是我個人覺得它的持妝能力呢 就不是那種很機能型的粉底液 控油力大概就是在四個小時左右差不多 如果是天氣比較熱的話就是四個小時左右 它是比較適合中性肌或乾肌去使用 那如果夏天的話就變成一定要定妝 因為近看一下它的妝效 你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透明感 可是呢它確實是把我臉上的一些 膚色不均的問題修飾掉了 然後或是黑眼圈都還是需要另外做遮瑕的 但至少全臉的一個氣色看起來明顯的變好 然後它上完之後臉是比較乾爽的狀態 所以還是有微微的沉默力 但就是微微的 那遮瑕的話我這邊會使用到兩個東西 黑眼圈專用 因為它有三個顏色 這邊是橘色然後這是淺膚色 這邊是深一點點的膚色 它用在我臉上的時候是剛剛好的狀態 那如果是健康肌用不知道會不會太淺 所以有健康肌想要分享一下你使用的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這一盤它裡面的膏體非常非常的潤 它跟MB很像但是不一樣 因為MB的話它的膏體有一個黏性在 所以它上去之後就會很巴在皮膚上面 然後完全不會移動 但這一盤的話它的妝效抹開之後的效果 有亮亮的感覺 然後沒有任何的粉感 這個跟MB很接近 非常潤的 然後它也不會有任何的沉默能力 到臉上之後如果你有做任何的表情 它就會有一些卡粉基線的情況出現 變成一定要定妝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會搭配使用的會是這個 這個提亮液啊 我真的覺得 希望Aless老師敲完敲完它 希望它可以再推出 因為Aless老師它的底妝的產品真的都非常厲害 之前它出了非常多的一系列彩妝品 我最喜歡的就是它的底妝提亮液或者是說妝前乳 它的那個顏色調配得非常適合亞洲人 所以用起來的時候呢 極度的自然 而且沒有任何的粉感還很水潤 可是它現在那個就是已經停產了 所以就買不到 喔對了我剛才忘記遮 遮遮 就隨便割就好了 因為它也不會乾掉 所以就隨便割它 然後它的膚色我覺得對我來說算是接近 可是還是微深一點點 所以我這邊就會搭配這個提亮鼻一起使用 然後剛好打在比較亮的位置 有點像是調和那個顏色 這樣就遮好了 是不是很簡單 而且它很貼很貼 然後跟我們剛才那個底妝整個融合度超高 用它的這個遮瑕我就可以直接去遮蓋 以及調色調整我的這個黑眼圈的顏色 這個遮瑕超級好用 可是我比較推薦給乾肌的人用 是很油很油的人我就不推薦了 你看這樣就遮完了 是不是 整個看起來很有精神 而且還有光澤感 我覺得非常非常棒 但就是因為它們兩個都是屬於濕潤型的產品 所以變成後續一定要定妝 大笑一下看康熙 喔 掰掰 稍微講一下 因為Alice老師這個它已經停產了嘛 所以如果有替代方案的話 我自己覺得蠻適合的就是 KP的這個 也是眼部的遮瑕 它因為它這個呢也是顏色調的非常好 然後但是它偏淺 所以如果你是深色肌膚的人 就是你健康肌你可能用的顏色要稍微少亮一點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黃色調的也很好的就是這個 這個遮瑕呢黃色調的非常非常好 也是可以拿來當做提亮 但是因為它本身的膏體呢 是比較需要的溫度去柔潤它一下 然後融化它 它才可以貼上去 蜜粉我這一次還是使用我非常非常喜歡 最愛最愛的這個小凱老師的蜜粉 因為蜜粉我已經分享過太多次了 所以我這邊就分享一個這個 最近很紅的essence的這個水滴型的粉撲 然後這個粉撲的話我個人覺得 它比較適合沾取的就是這種粉餅類型的蜜粉 它完全不適合沾那種散粉類 就是因為它的絨毛並不是那種非常細膩的絨毛 它的絨毛是一束一束的你看得到嗎 就很像瀏海有沒有 出油之後那個會一束一束的感覺 它的絨毛就是那種感覺 它沒有辦法非常均勻的讓每一個粉 薄薄的散布在這個絨毛上 所以呢不管怎麼揉怎麼揉 它的蜜粉就是沒有辦法很均勻的這樣一拍上去 就非常的薄紗感 所以每一次就是在用散粉的時候 我不管怎麼用怎麼去搓揉 怎麼去這樣子過然後再拍到臉 我都覺得它就是上起來的妝沒有非常的精緻 它粉餅類就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我覺得粉餅類它就是可以達到 上妝呢就是可以上到非常剛好的力量 然後呢同時它也不會有那種一塊一塊的印記 毛真的不是非常優質的毛 所以你上個差不多三次之後你就會發現 欸這邊會有沾取一些粉底液的一個情況 所以它的毛會變得更糾結 變得更一束一束就變成要長吸 可是因為它的那個裡面的海綿是有厚度的 然後同時這個毛它也是需要時間讓它去風乾 如果不夠乾的話你直接用在臉上對臉 皮膚也沒有很好 不過因為它很便宜啦 然後再加上如果你本身是有那種粉餅類 然後非常難取粉的話還是可以用這個 腮紅的話我最近極度推薦這一顆這個是橘朵的 它的單色腮紅54號 裸色中帶有一點點粉色的感覺 完全性的就是融合在臉上面 我覺得橘朵的腮紅算是粉質還OK 但是它的暈染的能力呢 不是到專櫃等級或是那種你知道很很強的暈染力 我覺得它的暈染力就是適中適中 所以以它的單架以及它的顏色的調配再加上粉質出來的效果 我是覺得可以去平衡掉它一點點的不足 有沒有很像從皮膚裡面直接透出來的一個紅潤感 打鼻子超自然 有沒有覺得這邊突然有氣色了 但是看起來不像是腮紅的顏色 所以我超級推薦大家去買這個 好那如果有些人不想要買中國品牌的話 Mimibox這一盤 這一盤它裡面的顏色我覺得擦出來的效果 跟橘朵那個差不多非常非常的接近 好你們來看這三個顏色分別就是這一盤 Mimibox的顏色 前面這兩個顏色混起來的效果呢 就會是這樣 其實非常接近橘朵 橘朵是這裡 然後它前面兩個顏色混出來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也是可以藉由混色的方式去混出相似色啦 然後這個顏色呢 是用這個淺的跟這個深的混合出來的是這個顏色 那我另外這邊就是刷這個Mimibox的這兩個混色 然後去刷 你看它就是這個粉嫩感會比較明顯一點 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這邊橘朵這邊它是比較裸感的 然後Mimibox這邊比較鮮豔度比較高一點點 上完腮紅的狀態下才要再上蜜粉 因為我要使用的蜜粉是有光澤型的 這蜜粉很特別 因為它裡面有三個顏色 然後它有分兩個色號 一個是比較淺色機使用 一個是比較健康機使用 好它就是三個顏色混合一起使用 這樣子 來這個 我先這樣子就轉一轉 在裡面轉一轉 然後它粉質超級細膩的 那因為它的光澤呢是那種 也算是蠻明顯 你們看到一刷上去 這邊眼下的地方就明亮起來了 然後在側面的地方 也有很明顯的這個光澤感 打過的地方 這邊整個就明亮 而且就完全不需要你再去刷打亮餅 不需要 你就直接刷這個蜜粉就好了 這邊我就來上這個 你看它顏色好像彩度很高 但其實它上到臉上的時候 這樣 有沒有看到 它的顏色呢 就透出了一點點的黃色的底在裡面 跟這邊白色的底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以透明度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 它更加的透明感 就是看不出你有上任何的大亮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看得出你有上大亮 那我覺得它控油力 其實算是中高控油力喔 就是可以讓我的臉呢 是持續大概六個小時 都是呈現一個很完整 沒有什麼出油 也沒有什麼泛油光的感覺 然後這支刷子 我也是很推薦大家可以去購入一下 因為太舒服了 而且它的那個彈性是非常剛好的 不會過彈 也不會過軟 沾取粉的面積又夠大 所以可以用按壓的 也可以用刷的 接下來要分享這個東西 我有點小興奮 真的是太漂亮了 就是這個 Comfort的眼影盤 這個是他們聖誕節系列推出的 限量眼影盤 叫做 太陽親吻定制香檳四格眼盤 兩個顏色都超級漂亮 不管在粉質、光澤感、調配顏色上面 都可以做到日常、高級 然後好使用 這一盤呢 它叫做 冰川紅光 聖誕氣息的顏色 然後適合秋冬 但我想要跟你們說 它的這個顏色 其實春夏也可以用 因為太日常了 而且它顏色超濕滑 你看 有沒有很濕滑 我就這樣一筆擦到這裡 都還有顏色 非常濕滑 顯色度很高 我們看看 我是可以這樣子暈過來 而且顏色非常非常順 即便是在這種 有紋理、有皺紋的地方 它裡面呢 是帶有一些珠光的光澤 然後是有微微的細閃在裡面 但是很微 糖果紙般的效果 超級漂亮 而且一看就知道 這個粉質非常細膩 因為它的這個光澤 是非常平均的反光 而不是那種一顆一顆的感覺 沒有 香檳色的 顏色來做一個打底 中性色的香檳色 沒有那麼的偏黃 然後它上上去是非常裸感的 透出皮膚原本的紋理 而且它有一個微微的光澤感 所以它可以讓那個眼周 既有立體度 同時又不會看起來 眼妝非常的厚重 所以它是一種裸感的 一個眼妝狀效 這個顏色 接近露桂感 眼下也帶一點點 你看我現在疊了第二層 它這個粉質還是非常的貼 我這邊先疊一個 這個銅色 推出的這個聖誕彩妝 跟一般的聖誕彩妝 不太一樣 是它的這個顏色 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日常 就畫完了 有沒有這個光澤感超級高級 然後你遠看 就是若有似無的光澤 非常的漂亮 好我現在兩邊眼睛都已經畫完了 加一個眼線在裡面 這樣眼妝其實就非常非常完整 而且很適合日常 我一定要給你們近看一下它的這個光澤感 超級有質感 而且呢 它是不會讓眼睛有腫袍感的 因為它是非常非常細膩的 然後平均的一個珠光的光澤 而且它的光澤是很像絲絨一樣 有霧 然後也有一點點微光在裡面 所以它不是那種非常over的 那種閃耀的光澤 它是很內斂的 不管你是什麼樣子的眼睛 你是腫抛眼 還是說你像我像現在 我是比較凹陷的眼睛 它反而像這一種 有帶有微微光澤感的眼影 它就是不考驗手法 也不考驗技術 你就是隨意的擦 它就可以融合到很漂亮的 漸層感 這四個顏色都非常實用 而且別加在一起 你不覺得很氣質嗎 好讚 還沒完喔 因為它這個系列是有兩個顏色嘛 所以呢 這是它另外一個顏色 叫做白赤琥珀 你雖然看起來會覺得 啊怎麼都是淺色 可是這個淺色非常的實用 而且我有點嚇到 一樣就在手背 它是一個非常細膩的燭光 香檳精 但是它的底色很明顯 就是有香檳色 光澤感是比較偏向金色 同樣是粉色系的 這個就是帶有亮片的感了 然後你看我都是試在這種 很崎嶇的路上 因為如果是那種粉質不夠細膩的話 試在這種皮膚不平滑的地方啊 它會有坑坑巴巴的 就是沒有辦法顏色試得這麼絲滑 你看從這邊到這邊 它的顏色是很柔順的很平均的 閃粉在裡面 所以它比較偏向是金屬光 它們的光澤感都是很細膩的那種 不是那種很閃耀很浮誇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們就超級適合疊加在眼影上 那我現在要使用的是這個香檳型 眼窩的邊緣 有沒有看到 這個光澤它就是微微的 然後這樣子疊完之後 眼睛上圓就瞬間亮起來了 眼影的根部的地方 就是它會比較收縮 所以眼睛會看起來有神 而且眼妝會整體看起來比較乾淨 就剛才這邊是一個眼窩凹陷的感覺嘛 然後這邊現在是把它提亮一些 這邊的效果就不一樣 這邊是比較煙燻妝 然後這邊是比較氣質 富貴的感覺 自己在那邊說 那我另外一眼是這個粉色的亮粉給大家看 這個亮片色呢 它就可以看得出 會有一些些小亮粉在裡面 可是呢完全是不會很浮誇的 而且它的透明度很高 所以你看它是微微的光澤感 那我再試這個深蹤 然後再眼頭好了 這也是有亮片的 你看它是不會讓你的眼睛變得很腫泡 但是呢它還是會讓眼睛會有一個反光的光澤 很漂亮 就是它看起來是跟皮膚貼合度非常非常高 雖然上了好幾層顏色 可是不會有那種粉感在眼睛上 這就是Tom Ford 粉質的厲害之處 OK 真的超級強的 極度推薦大家 去摸摸 你摸摸你就不會放下來了 真的 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白赤琥珀啊 它裡面有一個打亮色超級漂亮 是可以細到直接用在臉上的那一種 就是 就是一顆粉紅色珠光的 它可以你看 打鼻子 提亮 而且因為它裡面有一點點白色的底 微微的 所以你看它這個亮度是很夠的 而且很精緻 重點是 它這個粉質是細膩到 拿來當臉部的打亮也OK 完全不會顯紋理的那一種 現在就擦給大家看 有沒有 一筆下去就有一個淡淡的光澤 然後它可以疊加 這樣 超 漂亮 是不是 所以它這個粉質細膩度是 很驚人的優秀的 它的眼影盤真的跟一般的歐美系眼影盤 摸起來的那個觸感 跟上臉的這個妝效是完全不同的 是真的很細膩 很精緻的那一種 然後再來呢 就是要畫眉毛的部分了 那眉毛我現在就是維持一個淡的狀態 然後呢 我又希望我的淡眉毛是有眉型的 所以呢 我就會用這一種眼線液筆畫 它是戀愛魔鏡的抗暈染眼線液筆 可以畫出極細的線條 而且又超划順的 你看 直接畫下去 這個線條超級細 就是要這麼細 才可以畫出這種毛流的感覺 灰目藍 森林棕 跟 琥珀棕 那我會先用琥珀棕來打底 就是來畫出那個眉毛的陰影感 因為眉毛你看都會有這樣一條一條的線條感嘛 它不是說你直接拿一個淺色畫就可以有這種效果的 可是一定要先拿一個比較偏深的顏色 然後我就補在我的眉毛的尾端 它那個筆尖啊真的是細到 你看 就直接補上我的眉毛了 這個線條細到真的跟眉毛一樣細 這樣就補好了 你看我眉毛外輪廓就很明顯 那如果有一些人他是比較喜歡說 眉毛本人以外下面有一些些雜毛的那種毛流感 你也可以用這個畫 我就這樣隨意的畫幾筆就好了 然後現在還是看起來是比較規整的狀態嘛 所以呢我要再用這個森林棕 去做一個疊加 讓它有一個深淺的效果 然後讓它那個毛流有一種穿擦的感覺 層次不齊的感覺 這樣講 然後眉頭如果高低不一樣 像我這邊眉頭比較低 這邊眉頭比較高 然後我這邊要補高 我會用森林棕這個顏色去補 比較自然 比較淺 比較融合 你看這樣就是 眉頭也有一點點的顏色 這樣高度會比較一致一點 眉毛 是不是很棒啊 這邊是眉畫眉毛 這邊是有畫完了 一樣維持很淺 但是有眉型 然後這邊就是這邊有缺角 好 所以就是這樣完成了 就用兩個顏色 然後很輕易的就 畫出像這樣子 有一種雜毛感覺的眉毛 那如果你不小心畫太粗了 你就用那個眉刷把它刷一下 就會顏色就會淡掉 然後我覺得因為它本身的抗暈能力很好 它有抗水也有抗暈的能力 所以它維持一整天是完全OK的 然後如果你是黑髮的話 就推薦你用這個藍木灰 會很自然喔 我已經試過了 超級自然的 你看因為它是灰色 所以它就是可以融合在一些黑髮裡面 而且它又不會太深 有沒有 散吧 拿來畫眼線也是可以的 我剛才眼線是用這個 琥珀棕畫的 最後呢是唇彩的部分 拿出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包裝 試貨的人就知道啦 這是Tom Ford的唇膏 但是它的包裝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它這個是聖誕節的包裝 然後它不是一支唇膏 它是潤唇膏 會變色的潤唇膏 它是銀箔 你看超級美 然後因為它是那種根據體溫變色 所以它上之後 你看就有顏色了 很像那種氣色很好的 唇紅齒白的狀態 而且我要說 Tom Ford的潤唇膏 它是真的有 可以讓嘴唇比較柔嫩的感覺 因為有一些假潤的唇彩 就是你擦上去之後 它會亮亮的 可是它摸起來嘴唇 還是會有硬硬的感覺 可是這個擦完之後 它嘴唇是軟軟的 很好 所以整個妝就完成啦 就是做一個 高級精緻質感透亮的一個妝效 因為我的臉上的顏色都不明顯 臉上還堆疊了這麼多的光澤感 但都是用一些很細膩很細緻的微光澤 慢慢地去做疊加 我不需要打任何的修容 我臉上也可以保留這種立體度 亮面暗面很立體 然後衔接得非常自然 而且整個妝就是很順眼柔和的那種感覺 超級好看 重點是這個光澤也太高級了吧 包含眼影也是 我個人是覺得這次必買的 就是這個Tom Ford的眼影盤了 你們真的要去摸摸看 你們沒有摸過Tom Ford眼影盤的朋友們 一定要去摸摸看它的粉質 真的是細膩到你會 哇 擦到皮膚上面的那個滑順度 還有延展性 是真的會讓人非常非常驚豔 你會有一種 啊我怎麼不早點用它的那種感覺 相見恨晚 就是這種感覺 但因為之前大家都有分享過很多Tom Ford的 基本款的眼影盤 我就沒有特別分享 可是這一次因為我覺得它這個顏色 非常的日常之外呢 它也是比較不挑膚色的 就今天你是健康肌還是你是白皙肌 都可以去使用的那種 所以我才會覺得這個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而且它又剛好是新品 如果要我挑 我個人會比較像就是百事琥珀這一盤 剛好四格全部都是可以拿來當作提亮以及打亮 然後弄成一盤的話 我覺得這樣使用上面會比較方便 我就可以拿出這一盤然後去疊加其他的眼影盤這樣 推薦給贏了 好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或是你有使用過今天分享的東西呢 請在下面留言處跟大家分享 把你的膚質講得詳細一些 然後提供更多資訊給大家參考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請幫我點個like 然後如果有任何的問題以及想法呢 想要在下面留言處跟我說 你都可以留言 因為我都會看留言喔 好 今天留言回來 想要在下面留言 想要看我家冒咪的夏天的話 謝謝五道魚 掰掰 希望你可以多 Filmin aqui 至少 嗨